火之恶魔一身手 恐怖的火焰对着直冲达克而去 达克楼井公主吃力的抬手挡住了火焰 中毒让他视线模糊 僧侣火魔法师所用的魔法 按照各自的能量来源分为四种类别 第一类是生命力和精神力为基础的魔法 第二类是源于众神信仰的纯白魔法 第三类是与恶魔签订契约的邪恶魔法 最后一种是精灵魔法 与生活在地水烽火四大为面地结契约 达克擅长的就是黑暗和烽火魔法 而火之恶魔伊弗利特是生活在火元素未美的著名 这就意味着达克是无法打败伊弗利特的 达克这边确实是在苦苦之称 伊弗利特的爆炎必长温度极高 现在屏障外面都是超过1000度的高温 只要出去就会被稍微灰烬 冷冻咒语到时候能很轻松地击败对方 但达克并不擅长 伊弗利特再次发起攻势 他即将化身为2000度的高温火焰之柱 这里将变成一片岩浆海洋 接近无法同时保护两个人 于是达克在安顿好公主后 静止走向了2000度高温岩浆中 恐怖的爆炎波动朝他轰下 达克居然身处火焰中仍无巨色 甚至反过来开车对着伊弗利特施柱 伊弗利特都傻眼了 他从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 不仅如此 他施的柱还是最高级的炎魔焦热地狱 都说了火魔法对的没用 怎么就不听呢 然而恐怖的火焰在他身上爆开之后 伊弗利特大惊失色 什么居然是20000度的高温火焰 原来达克吸收了他释放的火焰为己用 提升了自己做的魔力 达克猖狂的哈哈大笑 一把将伊弗利特轰穿了墙壁 伊弗利特完全无法接受 居然有人类用超高温的火焰 对付火焰魔神 他脑子是不是有病 这是他出生300年来的首次败配 伊弗利特委屈地缩回了魔剑里 承认达克是他的主人 达克一箭轰开了大厅的墙壁 找到了正抱着群裸羊子的格拉 羊子感动不已 达克是来救他的吗 格拉再次对达克刮目相看 独克是曾经差点征服世界的大法师 但是能到这里 肯定已经耗费了不少力量 再加上还中了毒 身体肯定已经到极限了 没想到达克就让甘愿为了一个女孩子 独闯这种险境 真不像曾经那个冷血无情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他 达克气得火冒三丈 就是你把羊子的衣服全脱光了吗 混蛋 就连他都没有看过羊子的裸体 求得羊子大骂达克混蛋 格拉走上前要和达克一决胜负 他要让达克知道 这15年他变得有多么强大 说着狂暴的一刀朝达克劈下 恐怖的力量将达克击退数十米击倒在地 格拉得意的提到逼近达克 没了魔法 说到底达克也只是个普通人 根本没办法和身为忍者的格拉抗衡 羊子正担心的时候 公主走过来为他披上衣服 他坚信达克一定会打败敌人的 羊子的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亲了达克帮他解除封印的 不会就是公主吧 达克持剑和格拉纠缠了几招之后 还是决定回归老本行 宝灵地狱 格拉早就料到他会用出这个咒语 在魔法发动的同时朝达克袭去 在达克念完之后的瞬间 砍断了他的一只胳膊 然而他还是没能打断达克的施法 宝灵地狱的恐怖火焰爆发 顷刻间将格拉的一只胳膊烧成了灰烬 要不是他躲得及时 当真要尸骨无存 现在两人都少了一只胳膊 断笔之仇 不共戴天 双方都气势汹汹的要杀了对方 公主很担心达克 失血过多加上中毒 力量也所剩无几 即便如此还有拯救养子 难道这就是爱马 为什么他会如此痛苦 格拉和达克都已经到了极限 达克按理说已经不能再使用魔法了 再加上失血过多 他早就应该倒下才对 但为什么 身上还散发着排山倒海一样的气场 于是格拉决定说点垃圾话 让达克破防 格拉根本没有必要拯救养子 因为他已经不是达克最喜欢的处女了 没错 是他干的 无耻的格拉居然开始讲述自己对养子这样那样的全过程 首先他将养子绑起来 让史莱姆划过全身 然后又用视线慢慢舔遍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他又收刀入鞘 将养子一分为二 养子确实是个处女 他的身体完美无瑕 养子气坏了 大喊着这些造谣 嘴完之后 格拉感觉良好 觉得达克已经失去了对养子的兴趣和战斗的意义 却没想到达克更加暴怒了 直接使出了究竟魔法天地暴力 格拉也不甘示弱砍出一刀 去死吧达克 然而比因素还快的真魔神剑 居然被达克单手挡了下来 城堡突然开始不断的震动 傻事间 天昏地暗风云突变 但两种不同的元素魔力融合时 会产生一个无边无际的魔法立场 达克要将整座堡垒全部炸毁 他要让格拉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达克狂笑着 堡垒猛的从中炸开 没过多久就坍塌成了一堆废墟 当然 大家都安然无恙 达克在摧毁城堡的时候 用节节保护了大家 还抽空击毁了两人的手臂 就连格拉的宠物拉兹都没有啥 放在以前的达克身上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格拉输得心服口服 达克开开心心地去找杨子逃赏 即使杨子不是处女 他也依旧爱他 当然被杨子一顿胖揍 公主藏起了心中奈目 没有去打扰他们 骑士们也都安然无恙 眼神的危机解除 然而 就在他们来营救杨子的这段时间内 卡丽娜王国遭受了 黑暗军团的袭击即将覆灭 卡尔正得意地想着 第二道封印即将到手 手下转上来消息说 忍者暴力被毁 四天王之一的格拉和忍者军团 不知所踪 卡尔大惊失色 格拉绝对是被达克那个妖艳建火迷惑了 于是他决定派出 四天王之一的奈伊去杀了达克 他的剑下毫不留情 绝对不会被达克的轨迹所迷惑 无论如何 都要杀了达克这个祸害 卡列纳军队正奋力地 抵抗着黑暗军队的入侵 但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王国只好将率领着 第三军团的四天王奈伊 提出和平谈判 但奈伊却无情地杀了来时 他绝对不接受对手的投降 要么存活胜利 要么战败灭身 这就是战争的铁律 战斗打了一半 奈伊收到了卡尔 让他杀死达克的口心 回到战中脱下盔甲 奈伊终于露出了 自己的真实面容 他躺在床上再睁开眼 心心念念 咬杀的达克 就出现在他面前 达克制造的幻术 潜入了他的梦境 达克一上来 就对着奈伊动手动脚 奈伊是黑眼精灵 多年前在战乱中 和族人走散 被达克当成童养兮养了一百年 将奈伊养成了身材 火辣的大姑娘 但奈伊已经不是 十五年前的那个奈伊了 奈伊抱起一拳 将奈克打飞 恐怖的雷电在周身翻涌 他和达克同甘共苦 没想到 整座帐篷 奈伊怒气重重的 叫来自己的得力干奖西恩 让他无论如何 都要杀了达克 炸毁扔着堡垒之后 达克就趁着混乱偷偷溜了 小飞龙拉斯 也偷偷跟了上来 达克本想着入梦和奈伊沟通 却没想到 居然把对方惹毛了 这也难怪 十五年前 奈伊对达克神魂颠倒 但达克却背叛了他 接下来 奈伊肯定会设下重重陷阱 说什么来什么 一只巨大的蜘蛛 古老的秘书之一 达克意识到 操纵蜘蛛的魔法师 肯定是个劲敌 被达克救下的是个 非常漂亮的姑娘 喂 别一味染个头发 我就认不出来了 你不就是奈伊派来的刺客吗 果然在得救之后 西恩就将达克 邀请到了自己家热情招待 达克这个憨憨 当然没发现西恩的身份 还推测对方 可能是零主家的千金 达克在餐桌上狼吞虎咽 魔法非常消耗体力 所以他对美食和美女 都来者不拒 达克还是聪明的 一个字提醒达克不对劲 宣布是深山老龄哪来的蜘蛛 这一带可是受奈伊控制 怎么可能还有人居住 达克不许采纳 就算出了什么事 英勇的帅哥也绝不认怂 而就在这时 穿着轻烂的西恩 走进了达克的房间 也对达克以身相许 达克大喊着 这绝对是阴谋 然后被一枕头砸晕了 达克对着娇滴滴的女孩 上下击手 就在掀开西恩衣服的时候 看到了他身上穿盔甲的印记 达克根本来不及反应 西恩就手机眼快的 将枚符咒贴在了他的背上 恐怖的蜘蛛从符咒中爬出来 将达克死死缠住 西恩得意洋洋的 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蜘蛛一旦抓住猎物 就会紧抓着不放 而符咒能消除魔法 色字头上一把刀 即使是最强大的魔法师 在处女的魅力面前 也毫无招架之力 蜘蛛张开血盆大口 将达克的上半身整个吞下 西恩开心的宣布着自己的胜利 却没想到一回头 达克就让毫发无伤的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幻术 达克一个想指 蜘蛛原地爆炸 早在西恩将符咒贴在他身上之前 达克就用出了幻术 但不杀西恩 一方面是想看看 他会使出什么花招 一方面是因为西恩实在太可爱了 西恩被撩得小眼通红 作为奈依的得力助手 人人都害怕他 从来没有人和他说过一句好话 而达克居然觉得他可爱 西恩瞬间沦陷在了达克的温柔之下 这次他是真的自愿现身 拉兹揉着眼睛大喊 这可是少年动漫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一晚过后 达克就要离开了 西恩劝他不要再往前了 乃伊还派出了另一个魔法高墙的刺客 他此去必死无疑 西恩已经爱上了达克 他哭着哀求达克不要走 但达克还是义无反顾的离开了 拉兹好奇的问达克 他们到底做了吗的 当然没有 达克只是咬了咬西恩的耳朵而已 很快西恩战败 并逃走叛变的消息传到了奈伊这里 奈伊切得一拳砸碎了桌子 他就知道达克是个人渣 是敌是友全都不放过